不是你姐和你商量了吗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我姐从来就没有跟我商量过啊 这个事情我什么都不知道 还你 你说这小静 她怎么能这样呢 你姐来这办手艺术 我还特意问她 说跟小宁商量了没有 她说商量了呀 你说她是你姐 我也没多想 我就把那个手续都给了她 她就和许莫轩 到街道办人处签字盖了章 完了就把你的钱 也帮上你领走了 姐我等了 那火太小了 水澜不开 没事 阿刘 我的情况大体就是这样 你看看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吧 别的没什么了 就是你这房子 跟你那两个前妻 没什么瓜葛了吧 您别误会 我没别的意思 因为我离婚的时候啊 把房子给前夫和儿子了 将来 如果咱们能走到一块的话 大家都有个落脚的地儿是吧 这房子呀 是我第二个前妻的 不过她离婚的时候 就把房子送给了我 你要是不放心的话 这样 我去给你拿那个离婚协议 你看 不用不用 那也没事 老阿 你不用 爸 小宁 你出 从那边回来了 安叔叔 爸 妈的房子怎么拆了呀 旧城改造 你姐都不跟你说了吗 老阿 老阿 这是你女儿啊 对对对 这是那个 我那双模太女儿 那小的 三个闺女中啊 她排行老二 小宁 叫 刘阿姨 你好 小刘 你看我女儿她刚回来 要不咱们的事改天 行 接着聊 好 那你们父女俩先聊 那我先走了啊 好好好 那我不送了啊 不用不用 爸 这个刘阿姨 跟你什么关系啊 西洋红婚姻介绍所 给你爸介绍的对象 她也离个婚 有个儿子跟前夫呢 我妈才没走两年 你就急着要找对象呢 夏宁 夏宁啊 你妈要是还活着 我肯定跟你妈过完后半辈子 可你妈走了 你爸我刚五十出头 还有几十年的日子要过 你们三个姐妹 谁也不会回来陪我 我总得有个伴吧 天明 夏宁啊 你们先坐啊 我去给你们换壶茶去 谢谢叔叔 妈妈做的蛋红糕真香 妈妈做的蛋红糕你还没吃腻啊 我一辈子都吃不腻啊 赶紧吃吧 这是你妈用了废的蛋糕车 玩家的时候 我没舍得丢 就把他拉回来了 算是留个念想吧 坐吧 坐 天明 你这一出来 爸爸这颗悬着的心啊 总算是放下了 将来 等乐乐长大了 懂事了 走上正道 爸爸这一辈子就没什么遗憾了 对没有 上下刮子 不用看钱 叔叔 不用看钱 叔叔 爸 妈的房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旧城改造 过去房子厂房子厂房子 老厂区还有生活区就都拆了 你姐不和你商量了吗 说你们都觉得不要房子 要那三十万块钱的拆迁补助款 这房子呀 是你妈留给你们姐妹俩的遗产 也有你的一半 十五万 你不不方便领吗 就让你姐呀 先替你领走了 她什么时候去领的 半年以前呢 不是 这事 蒙姐和你商量了吗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我姐从来就没有跟我商量过啊 这个事情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 你说这小静 她怎么能这样呢 你姐来这扮手艺术 我还特意问她 说跟小宁商量了没有 她说商量了呀 你说她是你姐 我也就没多想 我 我就把那个手续都给了她 她就和许莫轩到街道办人处 签字盖了章 完了就把你的钱也帮上你领走了 你说这小静怎么会骗我呢 叔叔 我小安静 她不是故意骗您的 她应该是去找过安静 但是 安静那个时候不是谁都不想见吗 所以 是 我想起来了 她来找过我 但是我没见过 不是 那她也应该跟我实话实说呀 她也不能撒谎啊 你说这孩子怎么现在 越变越自私了呢 叔叔 这么大的事 您先别乱猜 要不这样吧 我跟安静去跟安静 问个清楚好了 爸 我先回去了 找姐当面问清楚 安静 我先走了 安静 安静 叔叔 我先走了 别 哎 你别说了 我去我走过 你喝了是喝了 怎 这怎么 这都怎么回事的都是 谁呀 阿姨 你们谁呀 敲这么用力干吗 门都快敲破了 不好意思 我们想找许莫轩还有安静 他们已经不在这儿住了 他们买房子了 昨天刚刚搬走的 买房子了 在哪儿啊 什么 东方 家园 极栋楼几号我就不知道了 她们哪儿来那么多钱 可以在东方家园买房子 还用问吗 那三十万刚好不首付 我问我莫轩 看她们住几楼几号 好 给 咱们直接去东方家园的 物业公司查一下就知道了 不用那么麻烦 我就是想看看 我突然出现在我姐面前 她会是什么反应 我想知道 在她心里到底 还有没有我这个妹妹了 我突然出现在我姐面前 我突然出现在我姐面前 她会是什么反应 我突然出现在我姐面前 我突然出现在 好舒服啊 我给你看看一点啊 好 我给你看看一点啊 左边一点 左边一点 可以吗 再来一点 可以吗 好了 你来看看 怎么样 咱们这房子不错吧 真漂亮 都是你的功劳 你也辛苦了 咱们终于啊 是有了自己的房子 等将来 安宁安顿好了 有了自己的归宿 咱们就可以封封光光的 正式办一个婚礼了 婚礼 算了吧 咱们都结婚两年多了 等安宁找到归宿 那个时候 我们已经四十老夫老妻了 还办什么婚礼啊 我们以前不是说好了吗 以前是以前嘛 那个时候我们都很有激情 现在新鲜街也过去了 办婚礼也没什么感觉 还不如不办 说什么一生一世 什么承诺 都是骗人的 不要闹情绪嘛 我这是对婚礼没有感觉了 有感觉的时候我才会有热情啊 没有感觉真不想勉强什么 我们何必用那些世俗的东西 来约束自己呢 没有自由的灵魂 我们怎么生活 我怎么创作 嗯 墨轩你变了 你以前不顾一切追求我的时候 你要我相信爱情 可我不顾一切地跟你在一起之后 你却要我理解自由 自由和爱情并不矛盾啊 一事不重要 只要我爱你 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 那如果有一天 爱不在了 你对我没感觉了怎么办 你为什么总是要假设那些如果呢 我们现在这样不好吗 墨轩 停 我去倒垃圾啊 墨轩 vorstellen 一方面 美女 咱们 好漂亮的小区啊 曾经是我的梦想 现在我姐实现了 安妮 你可不可以 答应我一件事 一会儿见到你姐 不要冲动 有什么事情 该怎么解决就怎么解决 不要意气有事 放心吧 难不成 我还能上去 把她的心价砸了 师父 能麻烦你在外面 等我一会儿吗 不用我陪你进去 有些话 我想单独跟我姐说 毕竟这是我们 两姐妹之间的事情 只有我们自己 可以解决 太早了 我走了 来了 莫轩 你怎么用